我非常的無辜 我實在是一個受壞者 我作為一個市長的參選人 我怎麼可能隨時都有辦法配合學人會的時間 如果我不把資料借給他 如果陳明通老師不把我的2月1號的初稿給了余先生 那麼今天沒有這些事情 所以我沒有辦法理解 也很難這個接受台大學人會 最後做出一個這樣子 取消我碩士資格的這樣的一個審定 我是受害者 我是提供資料 善意提供資料的人 結果今天我的這個碩士資格被取消 各位碩士資格被取消 坦白說 不會影響 不會影響 我作為一個市長 的一個工作 昨天請這個律師 特別寄了一封信 到台大去 就是表示說 這個禮拜 禮拜四 8月11號下午3點 或者是這個禮拜五 中午的一點 如果貴校陳述意見是否方便 兩個時段均可配合 以學校的這個學輪會方便的時段為優先 那我們已經準備要到學校 去參加學輪會做說明 那當然大家會問說那為什麼之前學校學輪會通知的時候我不去 我們是基於當時蘇宏達院長他作為召集人 那他在內部的這個信件裡面就將這一件事情為審先判 為審先判 他已經有了偏頗的定見 所以我們透過律師希望他能夠回避 後來我們看得出來 學輪會並沒有這樣的打算 為何我們提供了物證 提供了人證 都沒有辦法得到台大學輪會的一個採納 我也很期待這個台大學輪會應該要把這一件事情說明清楚 過去八年市長的期間 我相信新竹市民不是因為我的學位給予我肯定 市政或者是政見或者是政績 才是參選的王道 我還是會以捍衛我自己的清白 還有對於服務 桃園市民這樣子的初衷沒有改變